好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号 中国的年初一 给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拜年了 这是老王来自于中文投资网 周二周四呢 给大家播报一下盘后的股票收市情况 那么我想要说的呢 今天一个大新闻呢 就是谷歌啊 他报的业绩呢 是非常非常好 同时呢 董事会也宣布一股分拆20股 这是谷歌上市以来第一次拆股 所以我们看到谷歌在盘后呢 飙升了6.5% 这个对于一只大盘股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啊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指数啊 包括这个谷歌都出现了一个大涨 那么今天的走势呢 基本上早上的时候呢 比较的沉闷啊 来回的来回的震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啊 在低位呢 有买盘啊 拉起啊 然后呢 基本上在三点钟的时候呢 纽约时间三点钟一轮拉升啊 完全突破啊 但是大家要注意明天这个标普呢 它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4570这个位置 呃 所以要小心了 4570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阻力 如果突破4570这个大盘要 还是要往上涨 那么很多人问到这儿呢 说老王你觉得4570能不能突破啊 这个我们就看吧 好吧 大家要赚钱的话不能死等 不能祈求上帝啊 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那么今天的整个的指数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 啊 比较的沉闷 Tesla今天有这个汽车呢 被召回啊 比较的弱 AMC冲高回落 苹果微跌啊 呃 其他Modona也是走势非常坚强 Netflix风涨7% 这已经是连续啊 嗯 多天的上涨 这个Bill Ackman 基金经理 他买了这个股票啊 买了差不多10亿美金价值 然后公司的老板也是买这个股票 买回2000万股 那么同时盘后呢 我们来数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业绩吧 像这个Starbucks今天业绩不是特别的好 跌了3.81 可能也和他的人工啊 成本啊 有非常大的关系 通用汽车在盘后呢 是下错了1块1毛9 星巴克走得不错啊 还有这个GILD 这么新冠的这个药呢 也跌了1块6毛7 所以盘后的谷歌呢 是非常的强啊 我们看到AMD也爆出了一个非常强的业绩 呃 刚刚涨了6.6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纳斯达克沸腾了啊 因为咱们每天呢 有做直播 我也给大家读Steve Kern的地址的信啊 他说呢 如果纳斯达克能够证明 这些大公司的业绩能够保持强势的话 那纳斯达克的下跌的调整 上周的这个暴跌呢 可能会告一个段落 昨天呢 我们在直播里面也讲到了 JP Morgan的首席策略分析师Marco啊 他认为呢 要关注小盘股和中国以及欧洲 英国啊 这些板块 呃 他认为呢 小盘股已经跌的比较深了 我们看到今天罗素2000呢 也涨了0.84%啊 走势员 非常非常的强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周四再见 拜拜